小时候我爹看我随了他的长相 急了 一口气给我订了三门娃娃亲 可没想到 我展开了 初落的花容月貌 三户人家全都等着我 急急于我成婚 全文31分钟已完结 那个 我想要个一件三脸 少侠可否留得 我急急前一个月 我爹眼见只包不住火 才告诉了我 曾经订下过娃娃亲 虽有些突然 但作为整个圣经最优秀的女子 我还是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 毕竟婚姻之事 讲究父母之命媒妇之言 总归父亲这般疼我 许得人家不会差了 我压下思绪 问道 是哪户人家 父亲吞吞吐吐 我心下一凉 莫非是小门小户的人家 但只要人品贵重 倒也无妨 却听父亲道 是晋国公府家的柿子 我松了口气 我与晋国公府的柿子 近年眼亲为主马一同长大 他为人温和良善 实在是做夫君的好人选 可父亲心虚地看了我一眼 又到 和毕衡山庄的少主 我醋眉 爹爹 你这话何一 难不成你将我许了两户人家 我有两个未婚夫婿 毕衡山庄在江湖中威名托大 隐隐一只独秀的气势 齐少庄主宋明清 据说公府出神入化 俊逸非凡 见爹爹摇了摇头 我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那般离谱之事 是三户 你有三个未婚夫婿 我 第三位是江南首富楚家 与你定亲的是他家的小儿子楚墨 父亲别过脸去 你小时候长相随我 丑了呀 为父日夜夜担心 你今后嫁出去 想着若奶家要退亲 总归还有备选的 他将我上下打量一遍 叹了口气 谁能想到 你长着长着 又随你娘去了 突然就长开了 结果如今三户人家 都等着你急急便来提亲 爹 坑女儿这件事 你是认真的 急急近在眼前 一月前便已经收到过楚家来信 说会上京来提亲 立衡山庄也应该在路上了 不得不说 我爹做的这是虽然离谱 但他偏偏还思虑周全 这三户人家虽都是非凡人物 但偏偏毫无交集 是以这三户人家 如今都被蒙在鼓里 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服了服额 只觉得头痛的厉害 只是头痛归头痛 昏却还是要抓紧时间退的 我去信给三户人家表明情况 又被了厚礼致歉 希望娃娃亲一事 能就此作废 我爹心疼的鬼哭狼嚎 这几门亲事 你叮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才给你定下 你说退就全退 好歹留一家呀 我不搭理他 只是偶尔还是觉得有些惋惜 那两家的公子 我未曾见过 倒罢了 但静国公府的静宁眼 倒实在是有些可惜了 他年少成名 生得知蓝玉树 品性高洁 实在是夫婿的好人选 楚家和苏家路途遥远 一时半会 定是受不到回信的 静国公府倒是很快有了回应 静宁眼第二日 便亲自上了门拜访我爹 不知两人说了些什么 不过说而 我爹便来人换我钱去 想来静宁眼是上门来问罪的 我耿着脖子便去了 静宁眼眉目疏朗 这月白色长衫 长衫玉栗 真真的俊秀无双 我爹在一旁 笑得合不拢嘴 见我来了 实实然起身 你一眼啊 你与何言说吧 我这个老头子 是管不了他咯 说完他便走了 留我一人应付静宁眼 我在心中 暗骂我爹不讲义气 面上还是对出笑来 点哥哥 他汗手笑道 你心虚的模样 倒是难得一见 见我笑容微僵 他心满意足点头 抿了抿茶 半赏才道 我不介意你父亲所为 所以这婚事不必退 他这般风光济月之人 会不介意 自己只是备选之一 似是怕我拒绝般 静宁眼不再多言 起身走了 我爹鬼鬼祟祟窜窜出来 这下事情便圆满了 我叹口气 希望吧 我爹见我心神不宁 安慰我道 莫要发愁了 难不成另外两家人 也能不愿退婚 放心吧 没想到我爹的乌鸦嘴 还是这么灵验 三天后苏家回信 无妨 苏家仍盼望 与莫家成情境之好 我一脸茫然 为什么苏家也不愿退婚 静宁眼与我十几年的情分 不退婚上且说得通 苏家公子与我素未谋面 为什么不愿退婚 我爹抹了抹老脸 倒也不是素未谋面 我 嗯 你们又是曾见过的 我深吸口气 爹 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事 他咳了咳 擦了擦额头的汗 应该没有了吧 见我眼神危险 我爹赶紧开口道 你十岁生辰前 家中曾来的客人 还在府里住了一日 你可记得 我摇摇头 没什么印象 那客人带了位小公子 年岁与你相仿 你还和那位小公子 在后院中 一道完了好长时间 我想起来了 是有个姓苏的小公子 他生的粉雕欲拙 虽与我同碎 却已高了我一个头 我在后院放风筝 不慎将风筝挂在了树上 这位小公子便自告奋勇 要替我取下风筝 他说他会武功 轻功更是一绝 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结果他哼迹半天 选择爬树 最后挂在树上 上不去 也不敢下来 我会武功 轻功一绝 他紧紧抱着树干 脸胀的通红 这树 这树有古怪 他吸了我的内力 然后他就眼睁睁看着我爬上了树 取下了风筝 我甚至还有余力 一边爬一边嘲笑他 吸了内力 他脸越来越红 最后挖了一声 哭了出来 往事不堪回首 那时我还未展开 面黄激瘦 突然见着这小公子 生得灵气斐然 趁得我好似烧火丫头 话里话外都不太客气 所以 他为什么不愿意退一个烧火丫头的婚 他一定是怀恨在心 想娶我回去折磨我 好个苏明清 他在下一盘大棋 我爹却说 我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人家年年生辰 都送来好些精巧贵重的礼物 我再次震惊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爹 礼物单子里不是写了苏家 我 我以为是与你交好之人送来的 那些礼物 我都放入库房了 从未打开看过 我爹 我 苏家的信中还到 三日后便会上门拜访 父亲愁的白发都多了两根 直言悔不当初 我以为他终于悔悟了 没想到他接着说 当初口头定亲便好了 我就不该与他们交换信物 如今想赖账都赖不掉 果然悔悟是不可能悔悟的 在苏家上门前 我又收到了江南那边的信 到江南的信应该还未送到 怎么这么快被我回信 我打开信一看才知道 这并不是回信 而是两个月前江南那边寄来的信 信上说 楚家已经启程来圣经了 只待吉吉礼过 便可正式以亲 我算了算日子 那这两天应该就要到了 只希望楚家小公子脾性温良些 到时候别直接给我递来两拳 不过想来商人逐利 又最是圆滑 只求看在墨家多赔些脸面的份上 能接过此事 顺利退了这名亲 即便做好直面楚家苏家的准备 我也万万没想到 第二日两家就一同上门 苏明清一身月蓝色长衫 见眉心目 如折仙般飘逸出尘 倒实在是有几分江湖高手的气势了 而一旁的楚墨 琢墨绿色长衣 棕色瞳孔在阳光下熠一声灰 明明是温文尔雅的相貌 偏偏她一笑 又显得狡黠精明 苏家的苏明清 与楚家的小公子楚墨面面相去 我是来提亲的 楚墨哈哈一笑 好巧 我也是 众所周知 墨家只有墨和烟一位女儿 我爹在一旁扶鹅望天 我躲在屏风后偷看 笑死 出去是不可能出去的 我爹但凡还有一口气在 我都不可能出去 楚墨眉头微醋 我与墨家小姐自幼便定下了婚事 这位仁兄怕事来晚了 苏明清慢悠悠坐下 嘴角微翘 便灿落星辰 好巧 我也与墨家小姐自幼定了婚事 楚墨微愣 我爹连忙解释事情缘由 我爹说一句 楚墨脸色就沉上一份 但我爹话音刚落 楚墨的脸色已经黑入锅底 我爹愁愁着说点什么安慰他 就见他突然露出笑容来 无妨的 伯父 您将那两家的婚事退了便好 我爹 啊 我 醋 又是个不退婚的 已经有点麻木了 苏明清坐不住了 站起身来 伯父 我也是这个意思 您把那两家婚事退了便好 正在此时 却听下人来报 宁国功夫世子静宁眼求见 我爹 请进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就是说 他真的好勇敢 静宁眼今日日折秋月白长山 白净无瑕 不染尘埃 进了门见到楚墨与苏明清 他神色不外露 微微点点头 坐到下手木椅上 我爹松了口气 没打起来就算成功 结果这口气还未松完 就听静宁眼笑音音的开口 夺父 与他们的婚事退了吗 楚墨和苏明清了眼 立马看了过来 我爹 这口气还是松枣了 我爹站起身来 在我藏身的屏风旁 来来回回 这个 我感觉他好像在暗示我出去解围 但是我可以当作看不见 我爹开始有意无意地踢屏风 我暗骂一声 一点一点从屏风后挪走 结果还没走出屏风 屏风被他踢得轰然倒下 将正走到门口的我 默然显露出来 众人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我愣了 他们也愣了 静宁眼揉揉额头 和烟 我站直身形 看着面前三个各有风采的男子 我好像没说点什么 但傻 我迟一道 你 你们好 众人 事已至此 已经和我预想的情况完全背道而驰 三人守着我要我给的结果 总觉得他们一副 你要是不选我 我今日就血剑当场的模样 我心里自是向着静宁眼的 毕竟我对他支支甚深 但总归墨家过错在先 这两人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 要先安抚他们 不如先让我思虑一番 你们个个自然都是人中龙凤 只是我对你们两位实在不甚了解 可否给我些时日考虑 静宁眼眼神凉凉的掠过我 好似在说 你竟然还要考虑 但他最后还是点头硬了 他总是舍不得我为难的 其余两人便也跟着硬了 两人临走时 我爹竟然开口道 要不住在我们府上吧 你们周车劳顿 我的爹 你要不要听你你在说些什么 见我眼神狠狠弯来 我爹顿了顿 周车劳顿 我还是不留你们了 楚莫似笑非笑 上马车 苏明清没有马车 只有一匹白马 我向来周全 便上前问他 可否需要马车 苏明清翻身上马 腻着光对我道 我必衡山庄虽不比楚家 但也不至于置不起几辆马车 不过是赶路途中 收到某个小梅良心的信 说要退婚 这才急匆匆驾马而来 我恍若未觉 他又叹口气 我都三日未曾合过眼了 我大惊失色 那苏公子快回自家宅子休息吧 别死我家门口 太不吉利了 苏明清咬牙切齿 忽而又灿烂一笑 莫和烟 你真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一样牙尖嘴利不饶人 果然什么折仙 什么出尘 和苏明清没什么关系 他一开口 就还是小时候那个 爬树卡在树上 不赶下来的瓷娃娃 假 还未等我回话 他便扬边驾马走了 马蹄带起尘土飞扬 银安照白马 萨踏如流星 如今 是意气风发的少年狼呀 打发走三人 我与父亲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的叹了生气 这三人没有一个是好相遇的 选谁都是在 打另外两人的脸面 还是不如全退了吧 再晚两年一亲 全当是给三户人家赔罪 坐下决定 心头变松了些 碗间饭都比平时多吃了一碗 结果 我爹突然变哭了起来 都是爹爹不好 让你如今进退两难 若你娘还在 亲娘啊 我对不住你 没有照顾好我们的女儿 我眼皮都没抬 你知道便好 见他哭得更加伤心 我把碗重重一放 他立马收住声 咳咳 吓到咋咳 不至于吧 我的爹 我轻叹一声 爹 我还有不足一月 不要急急了 即便此次不一亲 我在你身边 也留不了两年了 爹 从今以后 你要自己多上些心才是 如若实在顾不了府中之事 我停顿了一下 您续取也无不可 生不早逝 我自从明示起 便帮忙着打理府中大小事 到如今 莫府早已有我涨价 没想到父亲却一口回绝 不行 我绝不会续取 他神色突然温和起来 莫府永远都是你的家 永远都有你说了算 我眼角微酸 别过脸去 随 随你吧 落了夜 我在小院里夺步消食 晚风微凉 贴身丫鬟便去给我拿披风 忽然一旁的槐树传来些响动声 我心下警惕 暗自退步 却听那树上传来清亮男生 小没良心的 男子懒懒协意在树上 见我望来 一跃而下 端地是风流四溢 我冷笑一声 恭喜啊 如今不会卡在树上了 可惜长进的 只有武功 夜间偷跑进女子院门 浪荡子 她闻言微愣 苦笑一声 我这是为了谁 又轻叹一声 放心吧 不会有人发现的 十米外有人过来我都能知道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也没好脸色 你做贼前思虑还挺周全 孙明清 你还是这般会说话 她换了一身天青色锦袍 黑发以白玉簪子高高竖起 实在是玉树临风 潇洒至极 只是眼下乌青深重 实在损了分颜色 我转过身侧过眼不看她 你深夜来 是有事 她便又行至我面前 我是想问你 可是与我完全无异 我看她一眼 作为并无旁人 我若否认了 不会有危险吧 她笑了笑 又道 十岁那年我见着你 我爹告诉我 你未来会是我妻子 我本十分不愿 可离了墨家后 却总时时想起你 见这些有意思的玩意 想着你会喜欢 便会在每一年的生辰礼中 一并送来 可这么些年 我从未收到过你的回复 她神色暗淡下来 所以你可是完全无异于我 想起那堆陈锋在库房的礼物 我心里一咯噔 但此时正是退亲的好时机 我很下心来 我与苏公子不过一面之缘 哪里来得意 苏公子既求两心相应 还是退婚的好 我与公子实在无异 说完 罪恶感涌上心头 但不过片刻 我又欢喜起来 嘿 这下总算能退掉一个了吧 却没想到她说 啊 我不退婚啊 见我一脸正愣 她心情颇好 俯身贴近我 俊朗的面容在我眼前默然放大 吓得我后退连连 苏明清又是一笑 你与我无异 我便讨好你 追求你 总归要让你心仪我 我恨恨道 那若我一直对你无异呢 她施施然道 那我们便先成亲 也许日久生情呢 那我若到死都没与你生情呢 我已经咬牙切齿了 她看向我 眼里好似引满星光 那我也要与你一生一世 合着我喜欢不喜欢你 你都不退婚 我可算是明白了 苏明清点点头 我再也忍不住 一脚踹了上去 那你今晚来问我做什么 她没躲 声声被我踢中 明明不是多大的力道 她却抱着腿嚎叫 死人了 死人了 我这腿肯定是残了 你要对我负责 我冷眼看着她 赶紧死 晚间我噩梦连连 一闭上眼 都是苏明清追着我问 有意了没 有意了没 最近是不想再看见这张脸了 起了床 我如平日一般 处理着府里的大小事物 莫府在圣经 虽急不上皇亲国期 但也排得上号 父亲平日里是缺了些心眼 可她为官中心醇厚 圣上也肯重用她 是以莫府多年来 也攒下了偌大的家业 我正忙着看账本 下人禀告我 楚家公子请我去看戏 我头都没抬 就给拒了 没有人可以打扰我搞事业 过了一会 下人又呈上来一个锦盒 锦盒中躺着快色泽温温的玉 晶莹通透 是我向来喜欢的色样 这类型的玉有恃无价 我平日也难得一见 下人道 是楚公子让我们呈上来的 说还请小姐赏个面 她倒是清楚我的喜好 算了 看了一上午账本 休息下也无妨 到了茶楼 我们正准备进去 就见苏宁清突然出现 真巧啊 你们也来看戏 不如一起 最不想看到的脸出现了 然还不等我回答 她已经自说自话的进去了 宠莫倒是并未生气 但笑着领着我跟了上去 这茶楼在圣经也算首屈一指 只是没想到 竟是楚家的产业 宠莫安排了最好的雅间 又点了我平日里爱看的戏 就连雅间里茶水 都是我平日里惯喝的 也有些违米 想到她出现的时机这般凑巧 很难不觉得 她是不是在莫府外盯了我半日 雅间里燃起香 味道清香苏雅 即合我意 可我问楚莫是何种香料 她却只笑笑不说话 一出戏还未唱完 苏明清便已经睡了过去 这般困 正在思虑 楚莫开口道 可还和你心意 她以碧绿色玉簪把发挽起 丝丝缕铺在胸前 将她有些凌厉的面容 衬得柔和两份 我看着戏 合不合我心意 你不是早就清楚了吗 楚莫倾笑一声 将果盘中的葡萄 一粒粒包好 整齐放入另一个盘中递给我 我还清楚 也爱吃葡萄 却嫌包皮麻烦 她到底收买了莫府多少人 已经想立马回去清理门户了 楚莫擦了擦手 又道 楚家虽小有家财 但毕竟是商户 当今圣上虽不在亲见商人 但商家父总归是不好听的 楚家已向朝廷捐了官 正四品 虽没什么实权 但名头也不算难听 她目光灼灼地看向我 拖延些时间 好安抚其余两家 苏明清昨天夜里便前来我院中 楚莫今日一早在府外后往 个个都在步步紧逼 我轻叹一声 看向一旁还在闭目浅眠的苏明清 轻声道 你对她用了药 是 楚莫答得坦然 她不该来打扰我们 事下在乡里 我端起茶杯再饮一口 细细品味 解药在你与我的茶水中 难怪总有一丝色口之感 她含笑点头 你倒是聪明 今日之约 她显露了她的诚意 她的心意 和 她的手腕 我起身 这出戏没意思 小女子家中有钥匙 便先行离开了 楚莫跟着起身 她眼里金光闪烁 像看猎物般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梁九才到 下次再给你排个好戏 我微微点头 转身离开 苏明清上一瞬还睡得香甜 下一瞬便见她睁开双眼 起身跟上我 等等我 我未经 你早醒了 她仰了仰头 自然 这名药虽厉害 但我内力深厚 早已逼出体外了 或许是看我心情欠佳 苏明清也不再多话 送我回了莫府 便要告辞 她轻声道 好好休息 我看着她顶着无情的黑眼圈 却一本正经的叮嘱我 好好休息 心中好笑 却也奇异的多了私欲贴 到底是谁需要好好休息 见我露出笑容 她也笑了起来 我想 夕阳余会真讨厌啊 照得我脸发烫 爹爹下朝回府时 是挽着静宁眼 一同踏入的院门 父亲神情亲热殷切 折你就放心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又与何彦亲为竹马 他怎么都会选你的 静宁眼便作一汉手 我的爹 你就少说几句吧 见静宁眼望来 我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推出来的笑 都不如平时完美 与楚家公子去看戏了 我艰难点头 苏家公子也在 我更加艰难地点头 怪了 我在心虚什么呀 静宁眼还穿着潮服 与平日里相比 多了分威严与贵气 戏好看吗 我终于可以摇头 真诚道不好看 她便笑得如沐春风 下次我带你去看好看的 就看个戏 我自个儿还能看不起不成 静宁眼是在府上 用了饭才走的 父亲兴致高昂 还与静宁眼喝了几杯酒 到今日在朝中 多亏了他出言转还 静宁眼却为以此要求什么 提杯道 伯父一心为国 我不过 做了任何一位 为官之人该做的事 伯父实在不必挂怀 静宁眼走后 我问爹爹 我若与静宁眼成亲 是不是能助爹爹一臂之力 爹爹粗糙的大手 抚了抚我的头 何烟啊 爹爹不需要 谁助爹爹一臂之力 爹爹只要做好自己的事 问心无愧便好 爹爹顿了顿 又感叹道 更何况 宁眼着实是个 风光济月的君子 他不会助爹爹 他只会助每一个 能为百姓谋求利益之人 倒是我狭隘了 静宁眼昏了头 问出这种话 爹爹也没什么远大报复 只想你 嫁得如一郎君 快乐一生 爹爹 我当然会的 这几日 我拒绝了所有帖子 与邀约 闭门不出 孙明清翻了刺墙进来后 被我痛骂 也不敢再翻了 静宁眼偶尔会来府上 我未曾拦他 也许是因为他笃定 我会选他成婚 他反而倒不怎么提起婚事 他真的好自信 但也多亏如此 我只与他如从前般相处 倒也舒心自在 楚墨整日送些古玩字画来 不出所料 都是我喜欢的 我让人退回去 他却道 若是不喜 烧了便是 在他真的烧掉一副大家真品后 我便也不再坚持 左右不过退清时 一并归还 我看着那一堆字画 爱不释手 他送来这般多 我留下一幅 他应该也不会发现吧 还是算了 楚墨是商人 别到时给这奸商讹上了 孙明清更是无赖 在墙外以内力 直接将东西送了进来 不过好在他所送之物 大多为有意思的小物件 收了倒也无妨 有时是样貌如我的唐人 有时是样式别致精巧的朱差 这些倒罢了 他昨日竟丢了个画本子进来 画本子里写的是一个 江湖游侠的奇闻异录 我本时打发时间 随意看了两眼 渐渐的竟也真入了迷 看完后 我又有些怅然若失 问一旁的丫鬟 出逃 你说外面的世界 真那般多姿多彩吗 出逃眨了眨眼 应该是吧 一望无际的大海 威额险峻的山峰 看不完的其人意识 我又叫来人从库房中 取出这些年 孙明清送的礼物 好在有人常常打礼 礼物基本仍完好无损 其中大部分礼物都十分贵重 看得我都不惊则舌 立衡山庄 不愧是存续百年的势力 这身家虽比不过楚家 但比莫府 却是绰绰有余了 叠叠这关 当得还是过于两袖清风了 我在其中挑挑拣拣 试图发现 宋明清口中的 有意思的玩意 我失败了 只找到了一堆 稀奇古怪的东西 大多还损坏的 看不出用处 更怅然落失了 随着集集里 越来越近 我也渐渐忙碌了起来 没有长辈操持 所有的事都得我来定论 给哪些家下帖子 哪些人家关系不好 不能同桌 宴席上用什么花 当日叫了西班子 还哪些戏 虽都是鸡毛蒜皮之事 但也正是细微之处 才能显得出能力高低 圣经中看墨家不顺眼之人 等着看墨家的笑话 觉得我娘早是 墨家无主母 当日的宴席定是一团乱麻 那我偏要面面俱到 世事周全 叫所有人都寻不出一丝错处 孙明清站在墙头 倒也确实没进来 何彦安 有没有人说过 你像石头里开出的花 无论什么时候 都在野蛮倔强的生长 我捡起地上的石头砸了过去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野蛮 明明没砸中 他却还是配合着假摔了下去 死人了 上次腿断了 这次胳膊也断了 不负责天理难容了 我无嘴笑起来 心底的疲累倒是少了几分 初逃巧声道 我总觉得 小姐与苏公子在一起时 特别活活又生气呢 瞎说 静宁眼将他敌姐叫来 给我帮忙 让我自管放手去做 他总会帮我的 我心下感激 这些年 他总是默默地支撑着我 楚沫送来了许多宴席需要的布置 我 我要的是普通菊花 我指了指地上大朵盛开的花 不是菊王 也没有要品质这般好的鲍鱼鸥 更别说一旁站着的二十位顶级大厨 楚沫笑笑 你配得上 我也不是说我配不上 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 楚沫摇摇头 你是我未婚妻 一天没退婚 你便一天是我未婚妻 我总归得为你做些什么 最后我勉为其难 收下了东西 只是收得我心惊肉跳 我真的不会被讹上吗 父亲看着楚沫送来的东西 喜笑颜开 只感叹金钱真是个好东西 又到如今 楚家也算金钟新贵 许多人家都想与楚家一亲 我拍手叫好 好事啊 他若遇到比我好的 就会退婚了吧 我爹 我的乖女儿 圣经里去拿找比你好的女娘 这倒是 楚沫拒绝了所有的一亲 也未曾提及原因 倒惹得这些人家风言风语 我面色复杂 她到底给我留了余地 没将与墨家定亲之事透露出去 即今那一日 靖国公夫人 在所有宾客面前为我夹击 碧色簪子插我的发 她把我的手放在手心 温和道 要是宁眼能将你取进门 我便舒心了 我只浅笑不达 她声音不算小 许多人都听见了 有爱慕敬宁眼的女子 便心中不畅快 寻个机会便大声道 墨和烟客死了她娘 还长得与她娘越来越像 你们说 这是不是 她话音未落 突然不知 从哪里飞来一只剑 堪堪从她面门飞过 削掉她一撮青丝 她愣了愣 半嗓才贪软在地 苏明清慢悠悠躲不过来 脸上还带着不达眼底的笑 啊 不好意思 头虎失手了 在一旁玩头虎的男子们 也都看了过来 那女子插着手指向她 你 你 我心头暗自叫好 但为了不将事情闹大 还是连忙上前拉开苏明清 快向许家小姐道歉 苏明清无所谓道 对不起呀 许小姐 差点把你杀了 她说的杀意灵灵 半点看不出歉意 偏偏的许小姐被这下 话都说不出来 泪光盈盈 看了我都要可怜她了 莫和烟 许家小姐来参加你的吉吉礼 险些丢了性命 你不该为此负责吗 一旁的王家小姐突然出声道 她爱慕静明眼已久 平日里仗着自己父亲 镇北侯军功卓著 刁蛮霸道 连公主都不放在眼里 此时更是抓住机会 想要让我难堪 她眼神轻蔑 更何况刚才她说了有哪一个字 不是实话 你娘本来就是你客死的 我还未有什么反应 向来温和的静明眼 却生了气 她斜着怒意开口 今日是莫小姐的吉吉礼 王小姐与许小姐 偏偏要以此虚言 来诛莫小姐的心 可是有些过分了 静明眼这一开口 更是火上浇油 静明眼 你就知道护着她 我以为静明眼会否认 而后开始说一堆大道理 就像平时她对我那般 没想到她直接道 是 我是愿意护着她 又如何 静明眼 你好会 王家小姐听到此话 差点气得一魂出鞘 二魂升天 可她偏偏又舍不得骂静明眼 于是将全数火力倾泻在我身上 她骂得极为难听 静明眼脸色冰寒 又要开口 我拦住她 摇摇头 我越是泰然自若 便欲加趁得她毫无教养 果然我看到周遭的人都猝起眉头 目中满是厌恶 今日来了这么多高门世家的夫人 日后王家小姐 即便是仗着父亲的事 怕也是不好一亲了 王家夫人本与其他夫人在后院赏局 此刻听闻动静匆匆赶来 听清王小姐口中的屋檐会雨时 眼前一黑 周遗人连忙扶住她 王家小姐正骂得尽兴 丝毫没察觉到 着剑走近的王夫人 直到脸上挨了个响亮的耳光 她愣住了 娘 我摇摇头 可惜了 这场好戏要结束了 王夫人拉着王小姐不要走 路过我时 她高高在上的折声欠 我只前笑点头 许是走得太快 王小姐忽然一个步伐不稳 简直是将王家的脸按在地上踩 王夫人拉着她走 你还要丢人现眼到何时 我侧眼看向苏明清 她对我眨眨眼 我便知道了 方才王小姐摔跤是怎么回事 夜间席上公筹交错 宾主尽欢 除了徐小姐 有世家小姐来向我巧声探听苏明清 毕竟谁不爱风华正茂的少年郎呢 我面带微笑 好似是远房亲戚 并不太熟 远房亲戚 那家世便是普通 可惜了这张俊脸了 我没有反驳 楚墨离席的时候 专程让人来唤我去送她 她好似喝了些酒 神色微醺 和烟 王家的铺子 一家都不会在圣经开下去了 我连忙将拉到一旁 她这话也敢说 也不怕被王家听了去 楚墨沉嘴眼 面上却是带着笑的 和烟 这不是在战场 长盛将军又如何 要害她 方法多的是 你 不必受这些委屈 我摇摇头 保家卫国的将军 不该舍在这里 况且 郑北侯最多也不过是教女无方 何至于此 伏到身后 何烟 莫何烟 你叫我拿你怎么办 她忽然用我入怀 我躲闪不及 被她抱了个满怀 莫何烟 我这一生 再没可能去爱别人了 啊 大哥 你竟然是真的欺慕我吗 我一直以为 是因为楚家从商 需要娶个高官之女 撑起门美 所以她才不愿退婚 她松开我 你大概是不记得了 三年前 我们曾见过的 不是 你怎么也来这套啊 三年前 我伴坐你府上 送炭火的小丝 故意将金兽弄错了 莫家的管家要责打于我 这也寻常 毕竟商贩 在世人眼中不过是蝼蚁 但你贺停了管家 管家系属我的错处 又道 不过是命比草剑的小商贩 不值得小姐伤心 你却将我扶起 一字一句道 商贩的命也是命 不比任何人倾鉴 月光迎在她眼里 映出水光来 恍惚要叫我溺死在其中 夜渐渐深了 热闹逐渐散尽 明明浑身疲惫的 好似要散架 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 我枕在窗檐上 正正看着月亮 这般皎洁清冷的月亮 也会在大海深处迷路吗 娘 你还好吗 为了生我而亏空的身子 如今已经康健了吧 我已经长成 圣经中最漂亮的女娘了 娘 不用担心我了 心下正伤感 却见窗檐下 忽然钻出一颗头来 苏明清 她好像脑子有病 我面无表情将她的头按下去 自言自语道 刚刚好像看见了 不得了的脏东西 她又蹭出来 我便索性不去看她 她也不饶我 梁九道 你喜欢看月亮 我点点头 她眼神清亮 一把抓住我手腕 走 带你去看月亮 我莫名其妙 我现在就看得到月亮 不一样 许是她的眼神太炽热 又或是我真的想看不一样的月亮 带我回过神 我已经与她一同上马 我紧紧抱住苏明清的腰 她大笑一声 驾 马蹄声散落在寂静的夜里 又在我心里一遍遍回荡 我胸腔里的心有力地跳动着 比马蹄声还要响 她带我出了城 来到一个小溪边 又不知从哪里找出个木筏 我与她躺在木筏上 顺着溪流缓缓而下 漫天星河在天上 也倒映在溪流中 我好像伸手就能够到月亮 我从未做过这般离经叛道之事 真是荒唐的要命 可也快乐的要命 孙明清坐起身 她眉目练艳 干净明媚 你看 这月亮是不是要比你在窗前 看得要大要亮 我笑道 是 她目光变炽热了起来 那便嫁于我 我带你去看大漠孤烟 带你去看碧绿草原 带你看星星 看月亮 我们醒来明月 最后清风 我们用松花酿酒 用春水煮茶 我们骑白马 只常见 快一恩仇 少年眼睛亮的发光 你不必在后宅局限一声 不必随时都带着完美无瑕的笑容 不必争风吃醋 急急为营 我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模样 木筏随水流晃动 我看着月亮 她真的很漂亮 我想看月亮 所以我轻声道 好 天还未亮 孙明清送我回莫府 却在门口遇到了楚墨 我知道她一直派人盯着我 却没想到这时候会见到她 看出楚墨有话要说 孙明清候在一旁 并不过来打扰 像是胜利者对失败者高高在上的施舍 楚墨没有看孙明清 她定定看着我 你做出决定了 嗯 我偶尔也在想 人生会不会不只是后院 这四四方方的一片天 楚墨声音寒了似迫切 你若不想待在后院 我也可以做到 楚墨 不是的 总还有其他东西的 我轻声摇头 她沉默一瞬 忽而自嘲笑道 你喜欢她 我别过头 耳朵都发起烫来 有那么一些吧 与她在一起 我总是轻松自在的 和楚墨在一起时 心底却是紧着的 楚墨沉默良久 苦涩道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你 你自然是退婚另娶呀 我又不能嫁两个 我抿着嘴没说话 也不是没曾心动过 可谁让月亮太漂亮了呢 两日后 我将此事告诉了静宁眼 她坐在我身侧 手中端着的茶慢慢变凉 却仍未见她喝一口 良久 她才轻声道 喝烟 你将我看作什么 我思虑片刻 知己 好友 哥哥 静宁眼白的脸 骤然迷腿起来 原是如此 我早该知道的 我与苏宁清的婚期 定在半年后 出嫁那日 嘀嘀哭得像这辈子 都再也见不到我似的 我好像不是要出嫁 是要出病 明明必衡山庄立圣经 也不过就几日路程 难为她挤出这般多的眼泪 成婚后 苏宁清如她所说 带我看山 看海 看大漠 看草原 看得最多的 还是月亮 后来关着首府 爹爹提起她时也总感叹 国有静宁眼 实乃名之大幸 楚墨 哎 我想起她便要头痛 无论我与苏宁清去哪里 总能奇迹般的偶遇她 苏宁清先是恨得牙痒痒 后来便想开了 故意在楚墨面前 与我柔情密意 每每及此 楚墨便黑着脸走了 过几天又出现 我实在忍不住问她 你生意不顾了吗 这般闲 她便悠悠道 我此地也有生意 算了 她愿意如此便如此吧 这一生 是很好 很长的一生呀 翻外偏 静宁眼 如果那天没有去看月亮 小时候母亲便告诉我 墨府里那个瘦弱的女孩 长大后便是我的妻子 听说是先天不足 需要好好调养 才养得好身子 她真的好瘦弱呀 瘦弱到好似一阵风 便能把她吹走 以至于每次狂风暴雨后 我总要去墨家 看看她才安心 她七岁时 人还是瘦瘦小小的 我便四处寻找 治疗此症的方子 又常常送去 滋骨温养的膳食 许是起了作用 她真的一日又一日长了起来 每次见到她 她都会甜甜地叫我 眼哥哥 我心里便有股 说不清的情愫 我名字里是眼 她名字里是烟 同音不同字 我想 这便是书中所说的缘分 她渐渐地张开了 落在她身上的眼神 便突然多了起来 我不喜欢 我想挡掉那些目光 可是 她越来越光彩夺目 爱慕她的人比比皆是 那日同窗来对我 旁敲侧鸡和烟的喜好 我说她最爱紫色 最喜辛辣 她便穿着紫色长衣 提着灌作辛辣之物的 酒楼的招牌菜 去莫府了 我说谎了 她最讨厌紫色 喜爱甜食 同窗的下场 可想而知 可我却为此懊恼了很久 我不该这般心性下爱 她是我一点一点养的 这般好的 我该感到骄傲才是 所幸她快要急急了 我的小姑娘 终于要嫁给我了 却没想到 她写信来让我退婚 我看到那几个字时 手抖了拿不住信 看完后才定了丁心神 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误会 我本想立马去莫府告诉她 可天色已晚 我终还是安纳住了 一夜无眠 后来 我见到了那两人 倒却是青年才俊 我心下紧张 面上却还是做出 云淡风轻的模样 我一遍一遍告诉自己 她是我一点一点养好的女孩子 怎么会选别人不选我 可她真的选了我时 我却感觉不真切起来 我从她那么小 那么小就看着她 如今真的要嫁给我了吗 我揭开她的盖头 她面若春水 天天道 眼哥哥 我小心翼翼的压她入怀 像是对待一岁的珍宝 以后该叫我夫君了 其实我知道她对我的感情 并不像我对她那般 她看我的眼神太干净了 干净的 一览无余 但也许 今夜后会不一样呢 还好 命运带我不薄 成亲后 她好似终于将我当一个男人来看 不再是哥哥 而是夫君 她也渐渐的会看着我发愣 回过神来又满脸通红 她看向我的眼神 慢慢的 有光了 知晓她平日待在后院有些无趣 我便寻了些外放的差事 总得带她出去转转 她高兴的埋在我的怀里 泪眼汪汪 我听到她小声说 谢谢你 我将她的脸拖起来 不太想听这句 她便弯我一眼 毛子里水光盈盈 喜 喜欢你 这是 很好 很长的一生 番外篇 楚沫 如果那天没有去看月亮 小时候 我爹是不让让我从商的 她叹着气道 商人 下剑啊 那我就努力让商人不下剑 没过几年 风水轮流转 商人贷得税为保朝廷后 皇帝便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可商人下剑一世 早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人人都倾见商人 即便我将生意做到遍布全国 做到楚家成了江南首富 动人看来的眼神里 却仍有分轻视 我有些疲倦了 父亲让我去圣经处理那边的生意 又提醒我去拜访墨家 我这才想起来墨和烟的存在 我素未蒙面的未婚妻 我其实是打算去退婚的 娶妻生子于我而言 不过是话舌天族 急不上生意半分重要 又听说墨家女郎生的天资国色 知书达理 我心下吃笑 走南闯北 角色我早已见过不少 可那又如何 在我眼中 不过是红粉骷髅 我终归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商人 总要是看了东西 才能决定要不要的 我乔装打扮进了墨府 一切都如意料之内 直到墨和烟道 商贩的命也是命 不比任何人亲见 他好像突然在发光 不然怎么那般要演呢 回了江南后 我继续做着我的生意 但我知道 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好像 开始觉得结婚生子 也挺好的了 终于等到他快要急急 我备了十几辆马车的聘礼 从江南一路运到圣津 可如此一来 速度便慢了不少 我等不及 便独自先行 快点 再快点 我想见他 可没想到 与他定亲的 竟然不止我一人 我按下心底的怒意 一点一点 与其余两人周旋 急急里那日 我喝醉了 我说要对王家下手 他竟拒绝了 他还是那个会站我面前 告诉别人 伤人的命也不轻贱的女子 许世久一上了头 我告诉他 我喜欢他 想娶他做妻子 无关利益 无关婚约 我只是爱慕于他 他被我惊得半赏合不上嘴 我一点一点引诱他 若你做了我的妻子 楚家无需你侍奉公婆 你也不必守圣经中的这些规矩 我外出做生意时 你也可以与我随行 我库房的钥匙会交给你 你来管家 我绝不纳妾 他眼睛一点一点变亮 最后他轻轻点下头 好 其中虽有利益权衡 但与我而言足够了 漫长岁月 他总会爱上我 毕竟 这是很好 很长的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